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鼠婉 又到了周末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正在计划 如何度过这个周末 但这整个世界的局势上面 仍旧非常的不平不太平 我们看金融时报的国际版面 今天提到说阿拉伯的国家 他们在联合起来 希望制定一个方案 制定一个策略 可以尽快地结束加沙战争 同时也商讨巴勒斯坦建国方案 这张大照片看到 这是在加沙的南部 有巴勒斯坦人 他在悼念自己被乙军攻击中 所死亡的亲属 继续在今天的一个国际舆情上 我们先共同做国际聚焦 大公报 巴以冲突外溢 中东于十地燃战火 明报巴国回炸伊朗留一线 华院驻斡旋 信报巴基斯坦怒炸伊朗境内武装组织 这彼此有一个报复 我们现在看到伊朗 他对于伊拉克叙利亚跟巴基斯坦 以反恐为名进行了轰炸袭击之后 在巴基斯坦跟伊拉克方面 我们昨天都提到 因为他们都已经召回了在德黑兰的大使 那么接续也看到巴基斯坦也说 他们也做了一个在伊朗内 也都是以反恐为名在进行轰炸 所以我们看这一来一往之间 他们有一个前提就是都是以反恐为名 不过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部分 现在普遍被认为 因为他接下来就要迎接他这个重要的选举 所以在选前对于巴基斯坦的政府来讲 他们有一个舆情的压力不得不这么做 但是彼此之间似乎还留下一些回旋的空间 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也表示愿意协助两国缓解局势 那么与此同时 这整个地图上显示的情况 也让大家再次数算 让《大公报》提到 因为中东这些地方 看起来除了以哈之战为一个轴心 外扩附近所引爆的多点的争议 甚至是战火 到底有没有可能整合成一个极为恐怖 大家非常忧虑的一个大地区的 一个扩大的这种情况 因为他这个超过十个地方 其实我们都可以数算的过来 很多朋友说 都是因为中东局势 大家都上了一个地理课 你除了以哈之外 你看加沙 约旦河 西岸 往南 还有野门 红海 约旦 还有包括周边 包括伊朗在内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等等 加加起来 这些情况的一个发展方式 发展的这个路径持续受阻 那与此同时来看 这是金融时报 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 阿拉伯国家 他们在来讨论 这个方案要结束加沙战争 同时要把人质都给放了 同时特别是对于巴勒斯坦的建国方案 但是它需要几周内才完成 但这一点 内塔尼亚胡不断地表示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 也是反对 他建立巴勒斯坦国 而且他已经告知美国 他有这个反对 也就表示说 内塔尼亚胡 他并不会听美国的话 跟着美国的政策走 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要看 如果说按照内塔尼亚胡 所宣称的 他一定要围剿哈马斯 他一定得把哈马斯给灭了之后 才可以是完成他的军事行动 但是有一种观点在看 在完成他们所谓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内塔尼亚胡他自己本身 是不是还在认 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在鸿海的情势上 胡塞洗美商船 报复美军攻击 我们看到一来一往 也就是美国他所组建的 这个鸿海护卫的航队 并没有对于胡塞武装 受到有效的警告的成果 那对于美国来讲 特别是现在拜登政府来讲 他的内部压力就变得非常的大 而且今天早报看到说是 在这几天来 一周以来的第四次 但是在我们读报的时候 在美国的方面最新新闻 已经说是一周以来的五次 这个有来有往 在这个部分 那当然在美国把胡塞武装定性为 它是一个恐怖组织之后 各方也看 他的制裁在后续势必加强 金融的方面 如何切断他的资金链 是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有一个接触 大家在看 虽然是中美之间 现在联合早报美国希望与中国 开始讨论降低风险 切实可行措施 这个部分 他内文所提到的 这个降低风险 是主要是在军控的层面 提到在上周 在中美之间 华盛顿他们有做一次接触 也就是中美彼此之间 要沟通起来之后 在军事方面一个比较近期 大家受到关注的一个动作 但在金融的这个部分 美国之音跟金融时报 主要是金融时报报道 说据消息人士透露说 美中金融工作组 首次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谈 而且有一些议题 据不具名的官员表示 说他这个议题 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讲 是稳风险 金融管控风险 那同时在一些资金的应用上面 特别是国际 现在对于反恐的打击 两边呢 来再做一些讨论 还在沟通的同时呢 在台海的形势上 两岸的远景上 联合报金融时报 美重量级议员将接棒访台 这个原文是这里 所以大家做了一个跟进的报道 这提到的主要是美国的众议院 美国的众议院当中 外交政策印太小组的部分 有民主党人士 但也有共和党的人士要访台 但我们这个情势可以说很清楚 近年来美国的政客 把访台好像当作的是自己一个舞台 大家都赶时髦 要来秀一下 要来走一下 但实际上特别呢 是在于他的美国大选的脚步 越来越接近的同时 他们都在为自己找舞台 这个当然我们对他们更要听其言 观其行的同时呢 一个议题的升起 联合早报 中美再燃权势联大2758号决议攻防战 我们先说这是因为脑鲁 他已经决定了他的外交方向 他不跟台湾好了 他要跟北京好 但是因为呢 脑鲁这一次他所提出的一个理由 他就是引用了联大2758号决议 这个一个中国的定位 他认为是清楚阐明是北京 但是呢 这也是台湾过往 在对外关系上头来讲呢 发生第一例 就是脑鲁用的这个方式呢 是第一例 所以也让联大2758号决议啊 这个话题在国际间 成为了一个新的舆论 讨论的一个舆论的话题 一个讨论场 但我们要看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规则 或者是规则的解释 是我们文明社会啊 论战的基础 所以他一定要被清晰的阐明 并且距离力争 那纽约时报呢 这里呢还看 就是说这个和平 对台湾来讲 和平解决的方案 好像似乎在悄悄的溜走 这个溜走的背后 当然就是因为人的问题 别忘了啊 这个赖清德 他是什么样的立场 明确的台独立场 这个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呢 就做了一篇分析 说赖清德称 将保持两岸现状 但他的过往呢 都令中美啊 令中美都紧张 我们看赖清德这个人吧 他其实早年啊 他曾经去过中国内地参访 当时呢 复旦大学有教授 问他的立场 他直言不讳 也表明了台独 也是民进党的立场 然后我们看他这个人 据他的前助手说啊 他多年来只信任 在台南的一个法刑师 只给只信任他 所以我们看到他多年来 他的法刑 似乎都是维持一个 稍微中分的这个法刑 同时这个人呢 看起来语泰 样子是偏向温和 不过他的立场呢 是极为坚定 所以往往也被对手呢 批评说他是刚愎自用 所以呢 这样子一个赖清德 他一路走来呢 也被看作是什么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个字句 如烙印一般 烙印在公众的心目中 所以无论他怎么说 他也撇不掉这个烙印 这是我们做国际速报 中非之间在海上的争议 看起来风向又有一点调整 先看马尼拉当地的报纸 他们说有注意到 中国是很关注海上和平情势 那么南华早报呢 这里是北京跟马尼拉都同意 要管控 管控这个海上的争端 那望报呢 是中非磋商 同意管控仁爱交局势 其实2024年呢 一开年以来 中非之间在南海上面的争端呢 其实也是一来一往 有很多个回合 在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当中 在最后呢 还谈到 这次呢 是在上海所举行的 中非有关于南海磋商机制的会议 中方呢 也在这样的一个场上呢 再度表达了 对于台湾议题的一个关注 因为别忘了 因为对于这次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来讲 可以说是菲律宾50年来 他们对台湾选举 特别在措辞上头来讲 比较躁进了一次 所以被中国外交部点名了 他是不是应该要多读读书 我们昨天还说他要读好书 但是呢 这一点呢 就一个核心的情势 我们有一句话叫 事实物者为俊杰 美国现在正努力 跟中国管控分歧 进行多方沟通的努力 对于菲律宾来讲 他以往我们加个引号 可以仗势欺人的可操作空间 就变小了 所以对他来讲 你要管控分歧 其实最好的方法 还是大家彼此之间做好协商 联国下周审议中国人权 起过问香港 北京表示不可能接受 联合国我们看 这是一个消息了 主要是他是一个议程 人权理事会 他可能也不是针对中国 他还包括沙特 有14国的人权记录 他会进行一个定期审议 那与此同时来看 人民日报再批西方武力 攻击香港国安法 他有一个标题 也很有意思说 把自己家装了好几道防盗门 却不许邻居家门上安 却不许邻居家门上安 一把锁 用来形容 西方就是自己做的是对的 别人做的就是错的 接续是法广 北约下周期举行冷战 终结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那么半岛这里也做了一个报道 而且同时在当中还提 北约当中开始有个呼声 认为说接下来20年 全球可能都要准备好 甚至有可能跟俄罗斯全面开战 这当然是一种说法 今天英国媒体也去跟进了报道 说这个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迁徙 各方都要做好准备 北约近期希望展现一次团结 他们也需要共同对于 当前的全球安全局势 再做一个核心的一个论定 之前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 北约他们也在做准备 因为不可能说没有未雨绸缪 所以接下来下一周这个部分 这个情势只能让我们说 这个事件都是一样 如果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管控好分歧 那么任何的战争 更激化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关键还是在我们的人的管控身上 你看美国特朗普如果再上任 好多人很不安 虽然还没真的选 加拿大的特鲁多就说了 如果特朗普第二任 加国不会好受 认为说加拿大人对特朗普 本来也没什么好感 路透跟台湾的媒体也提 说主要是路透社这篇报道 认为说他除了从特鲁多这里去看 包括外国盟友也很担心 美国转向孤立主义 这个部分有一个研究中心去年在调查 说大概共和党内就有过半数的认为 说美国应该远离世界事物 这个是他们那么多年来调查当中 唯一倾向有多数支持这样的一个立场 而且别忘了共和党比如说在对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反对原物 甚至呢有亲近特朗普的人士说要削弱对欧洲的军援 同时未来在美中经济也要缩窄 那当然关税也还会是他的一个手段 所以这样的一个美国政坛的倾向 如果是特朗普再上来会不会朝向孤立主义呢 也成为话题 望报路透视来看 哇这个布林肯去瑞士达沃斯 结果要上飞机飞苏黎士的时候就被告知 你的737专机有问题 说零件故障制氧气外泄 结果呢美国的运安会指这个737 MAX 9的门板是由马来西亚制造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 但核心是波音的这个问题呢 现在又说他已经有40个这个检查该有的动作都已经全部完成了 但全部完成了 为什么又还是发生这样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 看起来是小问题 飞在空中大家都怕变大问题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零部件外包的这个消息还是不够的透明 日美政府签署战斧导弹一篮子合同 说这次要买400枚 要买400枚 那么这个部分呢 也让人家关注到他买这个战斧巡逸导弹呢 就是要增强他的海上军力 接续看的是香港 新加坡 哇新加坡交通部长涉滩被控27罪辞职 说这是新加坡政坛40年来的最大丑闻 辞职退党 而且上一次他们有部长呢 被查已经是38年之间的事了 这个部分让大家看到呢 主要是王明星这个这个对象 他当中涉及哦 就是这是一个富豪了 这个地产大亨王明星 他是出生马来西亚 但是他涉及酒店业娱乐业 但是后来在大概2008年左右 他把这个F1赛车的大奖赛引到了新加坡 还建立了一个新加坡公司 2017年呢 他是被列为是财富调查 他是新加坡十大富豪 但是呢 这一名新加坡被涉案的交通部长呢 他是从2015年就开始跟他搜取利益 利益回扣 一直到现在长达有七年之久 接续就是俄国检察官被毒枭暗杀 中二十枪亡 那之前呢 是因为厄瓜多尔上一周有枪手闯入电视台 挟持节目主持等人质 这个调查案件的检察官 在要出庭的时候呢 就被遭受到身中二十枪身亡 现在还在看这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不过对厄瓜多尔来讲 他本来是南美最和平的国家 但是因为现在墨西哥强烈的打击毒贩 然后哥伦比亚呢 现在政府又跟黑帮呢 谈停火了 所以他说很多犯罪分子 转而到厄瓜多尔 也使得他的犯罪数字 近年不断 就攀升得比较快 日本特定少年首判死刑 19岁男告白失败 杀学妹双亲还放火 2021年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我们要看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在讨论很多时候 未成年的孩子们 他们犯案的罪行也非常的重大 但是法律呢 可能没有像定的 对成年人这么严格 不过日本在2021年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少年犯案的法律 也做了修改 所以现在看到是出现 手中的死刑判例 中国新能源电动车的发展 非常容易 我们现在吸引不只是中文媒体的注意 更是国际版面的焦点 在今天的市场上 新报看到特别关注像是比亚迪 百亿投资印尼设厂 他在东南亚的一些布局 那与此同时看到一个数字 光是在去年 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呢 120.3万辆 这同比增长了 百分之77.2 这都创了历史的新高 华尔街日报呢 这篇分析是注意到啊 中国可以说是投注了 他说几乎所有的资源 在有关于建立这个 在有关于这个清洁能源 绿能的一个发展上 那么这个在关于电动车能源 电池绿能的发展 中国官方的一些 投资政策上的扶持呢 是很受关注的 因为对于呢 特别是对于海外的舆论来说 他们认为像华尔街日报 这篇文章 它主要呢是认为说 可能在这方面的发展呢 会盖过了中国内地 在房地产 还有制造业上 我们传统比较依赖它 作为经济的拉动引擎 但是呢现在在新能源上头来讲 特别是电动车发展的这么好 接续呢就有几大方向呢 大家更受期待 比如说它的技术方面的 不断的提升等等 同时呢也要这个电动能源车下乡 还有呢就是让一些电池基建站呢 可以更加的扩充 与此同时今天看经济日报 跟四川当地的媒体都说 这是国家自然资源部透露了 说在四川亚江 碳货离资源近百万吨 当然大家一想 这个就是有利于新能源车的产业 底气很足 而同时这一次的发现啊 也是亚洲最大 伪金岩型的单体磷矿 信报今天头版 内地三方向股消费 就是刺激消费了 增收入居首 但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主要呢 是发改委 他们举行一个新闻 对于宏观政策啊 他们做了一个说明 那么同样也是华尔街日报了 它主要呢 也是看了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情况 明报呢提瑞银上修 内地GDP增长预测到4.6% 在年内呢 内房仍旧是比较多考验的这个部分 那至于呢 在消费增长的刺激上面也看到 它核心提到呢 是以这个促进就业啊 为一个主要的方向 还有看看怎么样的能够激活民间投资 特别把一些项目啊 列得更清晰出来 经济日报 国家队护盘护值2800关 失而复得 那新岛日报也关注A股 还有港股的反弹力道 因为看到中美官员是不是做会谈 然后这个市场开始吹风 那本来就对国家队有很多的期待 信报这一篇分析呢 其实信报呢 每次这个神州最前线的版面啊 在讨论经济脉动的时候 它总是会用一个情境入手 去叙述一个情境 然后再去做一个分析 所以我觉得它每次 它会怎么去开头 我都觉得蛮有意思的 比如说它这个标题呢 就跟中国的节气扯上关系 说这个月啊 这个礼拜六呢 就是明天了 就是咱们的传统节气 最后一个节气 大寒 所以呢 他看到股市一开始向大寒 好像遭受暴雪侵袭 但是过了午后 哎 突然间太阳升起来了 所以市场呢 就那边喜剑 说哎 是不是雷霆救兵出现 是国家队来出手 但是核心呢 就是说 因为它是稳投资增信心 关键的一个政策的扶持呢 在这当中 特别新一年的展望里面呢 也对啊 中央呢 持续的增长信心 那么核心是在看呢 我们在看台湾政坛的部分 选完了 接下来战场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立法院 然后国民党 这次动作很快 主要是韩国瑜啊 先拉着江启臣 江启臣这一位 他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主席嘛 他说哎 我们俩人就 就确定了 我们要征立法院的政货龙头 但是 在立法院副院长这个部分呢 可以让出来 这是被认为说是留 蓝白河的空间 那很多人看 这个跟国民党过往的 传统操作 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呢 对于一些民进党啊 国民党这样的政党来讲 他们在立法院 如果要推出立法院长 要去角逐这个宝座的话 他可能会先党内 先做一波立委的假投票 来争取最大意见的 一个集中支持 但是这次不是 列为国民党部分区立委 第一名的韩国瑜 直接跳出来 拉着江启臣就说 好了就是我们来努力 因为问题是 因为国民党现在 目前内部呢 就是怕分裂 其实韩国瑜这么一做 有人看好 但也有人还是 看着他这样跳出来 大家还是比较有客气 但接下来呢 就看 国民党呢 在立法院52票嘛 他再加上 对他友好的五党籍 2票54票 对上民进党的51票 然后关键就是 民众党的那8票 到底要不要投 投给谁了 防借选分化调查局 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联合报标题 民报呢 这里多了一句 说是应对境外势力 我们说啊 这个本身成立 这么样的一个 认知战研究中心呢 它就是试图呢 再去影响岛内舆论 它自己也在打一个认知战 接下来我们做中华速报 黎智英案 去年12月18号 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开审 这个是香港首次 有关于勾结外国势力的首案 所以我们看到案件续审 苹果日报前社长 出来做贡 联合早报标题说 他称黎智英只是英文版 不选亲中文章 就不可以pro-China 同时呢 就是要比较朝向美国 他希望美国读者 成为苹果日报 跟政治的一个杠杆 新岛日报标题 李吩咐 头版报到彭斯物陈芳安生 文汇报标题 说他们做正 就提到政治杠杆 而且说专出黄稿反政府 在今天香港的报章 很大版面 真的还有头版 主要是这是一个慈善的 政生会 以宗教为名的一个 专门协助一些吸毒人 重生回到社会 就职 这么样的一个机构 但是他这么多年来 利用这些款项 还包括了政府扶持就业的资金 却是自己拿去投资海外 那现在被查出来之后 这件事情呢 也在香港引起很多人的惊讶 因为很多人可能本来以前 捐了很多款 很支持 所以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呢 就认为说 这个确实是有损香港 做慈善之心 因为香港人 其实对于慈善也蛮热忱 蛮投入的 这样一个案子呢 确实会有打击 会打击的 打击信心 这个是一个最高法 说禁止以彩礼为名 借婚姻索取财物 同时还明确了 有孕可不返还彩礼 结婚本来是个好事 但是一谈到彩礼 谈到了钱 就会很伤感 因为近年来 在司法上 来讲很多的争议 所以在征询呢 大家意见之后呢 最高法有许多规则 也做了一个再次 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明 跟界定 明报 文汇报 血库仅够用四天 红汇可写救命 明报这里标题 主要是因为近期 我们看到 有很多人患流感 那所以上呼吸到感染 它的捐血呢 就会暂缓捐血 所以少收到这一部分 好 这个娱乐 这个叫是文旅页 新导标题 张家界感失秀 古旅游惹议 以及警区男女打击 被批低俗演员 道歉停工 好了 其实这些现象呢 因为涉及还有对于 较弱势人士的 这个怎么样的去 这个实费 不当使用等等 再到比如说 这个感失秀呢 就有被批评 但无论如何 网友可能各有看吧 但核心呢 他们在讨论 凡是用力过猛啊 确实很有可能 收到反效果 所以是个提醒注意 另外网红拍片 交分辨间谍 说点赞率突破15万 他当中提到 他有些是真实取材了 主要呢 在两岸部分 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很多措辞名称 是不一样 所以他说从当中呢 就可以看到了一些线索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